大家好 我是野猛王子 這個影片呢本來應該在過年的時候跟大家做個介紹啦 推薦啦 但是因為過年真的太忙了 跟大家說抱歉啦 只好已經到這個禮拜跟大家做個說明 就如大家在這個畫面中看到的 這個2019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 這個應該算個展 博覽會吧 從1月29號到2月17號 然後他不用門票就可以進去做參觀這樣 就是我過年因為去外婆家 外婆家剛好在屏東 然後親戚就說那就來走我逛逛看看啦 然後想說這個熱帶農業博覽會是不是介紹一些農作物什麼的啊 會不會很無趣啊什麼的 結果其實不然 其實還算是挺有趣的 他就是從早上的9點到下午的5點這樣 然後裡面有很多個展區啊 各式各樣的展區 有關農業的啊 作物什麼的 都可以 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他這邊就有個地圖啊 有些園區的介紹啊 裡面有這個熱帶果園啊 花海啊 這個什麼彩繪 有些是可以讓你做個打卡拍照一些景點 然後有些運用農業啊 做些什麼綠能應用什麼科技的 這些我都這樣走我逛逛 其實都還算不錯 還算有趣 就這樣一直逛逛逛逛 逛到這個 20個 第20個展區 這個采魚樂區 哇 真的是引起我興趣啦 因為他這一次這個采魚樂區呢 以孔雀魚為主題 然後我上一部影片就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本身就是 除了遊戲以外啊 還有養魚 養孔雀魚嘛 所以剛好 看到這個展區 幸之都來了呢 就看到這些啊 有展示一些活魚啊 魚蝦啊 什麼的 他裡面有個展區 有一些有品系的孔雀魚啊 然後還有一些螢光魚啊 水雞蝦啊 什麼的 都在那個區 其實真的是蠻好看的 另外他除了這個區以外 外面有一些攤位啊 也有賣魚啊 賣魚的一些用具啊 什麼的 還有撈魚的 還有一個什麼 可以抽魚的 他有個轉蛋的方式 你可以抽一些魚缸啊 還有什麼魚啊 什麼的 真的都還蠻有趣 蠻好玩的 我就有撈一些魚啊 親戚就在那邊慫恿 哦 玩一下嘛 什麼的 然後就好像三個網子 50塊這樣子吧 然後他就讓你 他不限數量都讓你撈喔 都是一些沒有品系的孔雀魚 還是一些什麼豬靈啊 那種小魚 都還蠻好玩的啦 而且那些魚的健康狀況也都還不錯 我 初二的時候來這邊玩的吧 然後在屏東我家在高雄嘛 那一天魚帶回家也都沒有死 也都還活得好 如果有像我上一部這樣 照著影片這樣對水對溫的話 那魚都健康度都還不錯 只是可能在撈的過程中 有些破損啊什麼的 尾巴一些破損什麼的 不過都沒有影響他的健康 真的 魚的品質還不錯啦 然後還有這些其他的斬區啊什麼的 我主要都還是在逛這個啦 采魚樂區真的是很有趣 然後因為到這個禮拜嘛 他不用門票啊 就讓你逛 只是你可能要付一些停車費之類的 那也還好啦 所以如果這個禮拜啊 沒有什麼特別行程的你們啊 想要逛這個 就是想要走走逛逛 我覺得這邊是不錯的 蠻值得推薦的 喜歡魚的朋友啊 還是假日就是會帶小朋友出來玩的 這邊我真的覺得都不錯 因為你看他有親子DIV體驗什麼的 我覺得這裡真的不錯 所以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六日都可以放鬆心情啊 然後看魚啊 買到理想的魚啊 以上就是這個影片囉 影片的最後呢 就帶各位來看一下我去 屏東農業博覽會的戰利品吧 首先這個畫面中的 那一隻 黑色的尾巴 然後紅色的 黑色身體紅色尾巴那隻 有點像馬賽克的那隻 無品系就是在當天撈的 還有這一隻 黑色的尾巴這隻 有點蛇紋的 身體 哇沒有很清楚 蛇紋這個 這一隻也是那天撈的 然後 還有畫面中的 這裡 這一隻豬林 還有畫面中的那一隻 也是那天撈的 最後就是在這個大缸子裡 還有一隻 雙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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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邊 哇 對到他欸 這裡 雙劍 這一隻也是那天的戰利品喔 好啦以上就是我 這過年去 展覽會的一些心得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跟訂閱 然後把他分享出去喔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